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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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士兵俑 代表着威严的军阵队伍 根据陶俑的这些特征 考古队员推测这是一处西汉兵马俑遗址 这是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发现咸阳西汉兵马俑和临同秦始皇兵马俑后 第三次发现规模庞大的兵马俑遗址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秦汉兵马俑是帝王死后的陪葬军阵 考古队员据此推测 狮子山兵马俑的主人很可能也是一位身份显赫的帝王 这位帝王应当出自徐州 楚汉相征时 刘邦封大将韩信为楚王 镇守在徐州一带 公元前二零一年 刘邦称帝后的第二年 刘邦封其一亩帝刘骄为楚王 定督徐州 此后以徐州为都城的楚国 成为汉朝重要的封国之一 共承袭了十二代楚王 考古队员推测 这些兵马俑的主人 很可能就是汉朝的十二代楚王之一 如果推测属实 那么他是哪一位楚王 又埋葬在哪里呢 于是一场寻找狮子山楚王墓葬的工作就此展开 看待诸侯王的灵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质呢 当时还没有一个太多的认知 至于具体的位置 他的墓的朝向大概会是什么样 当时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推测 这个时间呢我们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不探考古 但是很遗憾 找到了几个洞 打下去以后啊 是几个自然中洞 当时也花了不少钱 最后的信心也没了 为了寻找墓葬 考古队员在狮子山周围勘探了几年时间 但都没有找到相关线索 直到一九九一年 这种状况出现了转机 一座墓葬终于在考古队员的眼前露出冰山一角 这年七月 考古队员在狮子山的土层中 发现了一处带有人工凿痕的石壁 他们推测 这种石壁应该是人工修建的墓葬墙壁 两条墓壁是对称的 东侧的墓壁扩大范围以后 往北去了没多远 这个墓壁就转弯了 转弯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大坑 这种坑和我们汉代的这种 就是一个假字形的一个大墓坑吧 这样呢 鼻毛用管的同志们也就都很高兴吧 当年就是等于这个墓葬就是已经找到了 葛明宇是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 也是当年考古发掘队伍的成员之一 他所说的假字形墓 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墓葬形制 规模较大 这类墓葬目视为长方形或方形 从墓室的一端伸出一条墓道 俯瞰呈现出假字形 假字形墓因此得名 为了确认墓葬的大致形制和规模 1991年11月 考古队员在石壁处进行试掘 它整个这个 在山体上算是一个数学大墓吧 前面的墓道呢 有三米六 后面呢 是一个长大概有十八米六 宽有十三米的一个 一个大数学大坑 考古队员推测 这很可能是一座数学假字形大墓 他们还在土层中 发掘出了西汉前期流通的 鱼甲半两铜钱 以及一枚楚司马印 这说明 他们正在发掘的墓葬 和西汉时期的楚国有关 不仅如此 考古队员还在同一区域 发掘出残玉皇 玉壁等玉器 他们推测 地底下的这座墓葬 很可能就是楚王墓葬 然而 随着出土文物越来越多 考古队员的心情 却越来越沉重 因为他们发现 这些器物 基本出土于同一个 椭圆形区域内 这片区域里的土质 也与周边土质不同 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结果 这里很可能是一处道洞 秦汉时实行后葬 贵族墓葬因此成为盗墓贼 极为关注的目标 汉墓更是时事九空 在考古队员寻找狮子山兵马俑 主人墓葬期间 有多座大型汉墓 相继出土 但这些墓葬 基本上都被盗墓贼光顾过 难道这座墓葬 也被盗墓贼洗劫了吗 地底下到底还存在着 怎样的秘密呢 种种疑问依然在考古队员的脑海中 不断浮现 考古队员视觉一个多月后 1991年12月底 由于天气严寒 视觉工作宣告结束 考古队员也开始筹备 接下来的发掘计划 从1992年开始 我们就向国家文物局深茂 想就是尽量地挖 能发掘 正式发掘这个石山楚王墓葬 这个努力呢 我们经过了 开了几次专家议论会 制定了详细的方案 一直到了1994年的11月份 国家文物局呢 才正式批准了 就是石山楚王陵墓的发掘 1994年12月1日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 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 和南京博物院 联合组成 狮子山楚王陵考古队 开始对狮子山上的这座墓葬 进行正式发掘 发掘工作 从考古队员视觉的大坑开始 后来他们才知道 这个大坑其实是墓葬的天井 在这个过程中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但是挖到这个天井的下方 也就是木坑的 数学木坑的最下方 整个墓葬变了 整个墓葬变了 这和我们想象的 以前想象的这个数学 这个假设型的这种数学墓葬 不一样了 要跟它正常的数学墓葬 在这个墓坑里面 它是劝黄肠提臭 或者是做墓果 这个墓葬里没有 是个空的 在它这个南北向的 这个墓坑的正下方 又出现了一个小木道 宽两米的小木道 两米二 这个很怪 在这个小木道中 考古队员发现了四块 用于防盗的木门三十 每块长约两米 宽高均约一米 重达五六吨 然而考古队员眼前的 这四块三十 已经脱离原位 很明显是盗墓贼所为 这让考古队员 感到失落和紧张 难道墓葬 已经被盗墓贼 洗劫一空了吗 更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 这些被拉出来的三十上 竟然散落着众多的玉片 考古队员发现 这些玉片呈长方形 大小相当 而且四角穿孔 有的玉片上还带有金丝 他们据此推测 这些玉片很可能是一件 金铝玉衣的玉衣片 古人相信 玉器可以保尸身不朽 灵魂升天 汉时出现的玉衣 可算作以玉练尸的极致代表 也就是说 墓主人下葬时 很可能身穿金铝玉衣 那么原本穿在墓主人身上的玉衣 为何会出现在封堵木门的三十上呢 汉朝的玉的等移植度非常严格 民间是不允许你有这个玉的 除非你能证明这是皇帝赐给你的 是王赐给你的 如果不是的话 那只能证明你是非偷即盗 那你这个带来的后果就是杀身之后 考古队员据此想象了一下当时的情形 盗墓贼从墓主人身上扒下玉衣后 再拿到透着光亮的墓门处 最后在三十上把金丝抽走 这些他们不敢拿走的玉器 也因此被留在了三十上 这些散落的玉片 虽然令考古队员感到触目惊心 但也向他们传达出一个信息 墓主人的身份绝对不同寻常 那我们按照我们国家 西汉的当时国家的一个藏制 使用金流寓意的 一个是汉代的皇帝 这边就是西汉前期的诸佛王 考古队员推测 根据之前出土带楚字的印章来看 这座墓葬应当就是一座楚王墓葬 那么它会是哪一代楚王呢 被盗过的墓葬里 又是否早已空空如也呢 要想了解真相 考古队员只有继续发掘 当考古队员清理完 三十附近的田土 准备进入墓室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出现了 他们在身后的墓道两侧 发现了不同寻常的地方 我们发掘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丝板是叠压 是非常完整的 这样我们心里呢 非常喜悦 它这个有世间没有被盗的儿史 这在考古史上 已经算是汉代的这种 许多的陵墓里面是没有见过的了 那我们就很期待 这世间儿史能够出现了 能够埋葬一些不错的东西吧 原来盗墓贼只是进入了主墓室 并没有发现 位于墓室南部的这三间儿室 那么这些儿室里的情况 究竟如何呢 考古队员最先打开的 是位于西墓壁的北端 距离三十最近的一间儿室 当考古队员将封门石清理出去后 惊喜出现了 这个儿史的封门石打开以后 地上呢 就是一些很小的土 气物都是暴露在这个 肉眼能看到吧 很多的大型气物 有实际在一米左右的大缸 算是大铜 都是铜钢 考古队员清理墓室后发现 这间儿室中随葬的 大多是沐浴用器 这是一件铜钢 也称铜键 口径约88.5厘米 在铜键里 放置有一件罕见的铜扁壶 壶口呈铲形 两侧有对称环形耳 后腹上有一环形牛 如果要是单独出这个 可能说是酒气 但是它因为整个这个东西 是放在就是厨房的 一个沐浴用品的一个房间 所以说我们知道了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一件沐浴用的 网可以坐在这个木箭里面 然后往它身上可以浇水 用水流可以流出来 这件青铜器 非常有特点 就是目前只有 就是西汉的四十三楚王陵发现了 前面没有 中国从上代以来的这种青铜器 里面没有这种器型 只有到这个时候 全国别的地方也没有出土 只有四十三楚王陵出土了 所以它是中国青铜器里面的一个孤品 这是另外三件银制沐浴器 分别为银盘 银盆和银鲜 让考古队员感到欣喜的是 他们不仅在银鲜底部 发现了类似于沐浴时的爽身用具 还发现了加工过的精液类植物 他们推测 这应当是沐浴时所用的中草药 通过仔细观察 考古队员发现 这件银鲜上刻有名文 幻卷上遇 穆轩荣一旦一斗八生 重念一金十两十株第一遇 它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 是这个楚国的患者 楚国的王宫里面 患者是伺候这个 伺候这个楚王 饮食起居生活的一个官员 就是一个太监 并且还写着 这个里面多少金 重多少 荣多少 古人誓死如是生 在考古队员眼中 能够被宦官释放的人 极有可能是楚王 他们越来越确信 这座墓葬就是楚王墓葬 这种观点 也在接下来的清理当中 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印证 发现完这个第一个儿史以后 我们就再往前就发掘了 这个W1 内部道西侧的 南边的那间儿史 这个结构和北边的 这个儿史差不多 打开这间儿史以后 是很震惊的 这间房间从功能上来看 埋葬的器物主要是兵器 出土了两百多件套的 成捆的兵器 这些兵器制作非常精美 包括青铜剑 青铜锡 青铜匹 青铜割 并且大部分长柄兵器 手柄末端都有流金同尊 除了这些兵器 考古队员还从中清理出了一件特别的金器 金带扣 它长约13.3厘米 宽约6厘米 是腰带的重要部件 这原本是两条重叠放置的金带扣腰带 金带扣正面以浮雕刻画出纹饰 描绘出一个动物撕咬的场景 从被咬动物的头部来看 它似乎是一匹马 马手刻画精细 马身呈扭曲状 两只猛兽分别紧紧咬住马的背部和一只后蹄 金是古代最为贵重的金属 这条金带扣腰带的出土 无疑再次向人们证明了墓主人的高贵身份 但最吸引考古队员注意的还不是这些器物 而是墓室南侧石岸上的一批随葬品 在南侧放了一个石岸 岸子上出土了现在我们国家最好的一套西汉时期的玉的酒具 这个岸子上有四个酒具 最精美的是这一件玉尊 通高11.8厘米 它由一整块新疆和田玉着制而成 分为尊体和尊盖两部分 气身上下各是有一周瘦面纹带 中部雕琢瘦细密的勾连古纹 这样的玉尊在我国屈指可数 除了这四件玉至酒器 墓室中还有一件成酒器 流金铜方 方口上端有腹斗形方盖 盖上柱有四个凤鸟形盖钮 腹部两侧有对称的瘦面弦 方身通体流金 腹力弹簧 它的主体是用青铜铸造的 外部简洁 非常简洁 但是通体是溜金的 局部溜银 两个环 扑手前环的环子 是溜银的 别的地方通体就是溜金了 在古代 酒器不但具有实用功能 也能彰显主人的身份等级 古代百姓只能用陶制或天然的酒器 而权贵者则可用铜 漆 甚至金 银 玉等质地精良的酒器 由此可见 这套珍贵无比的酒具 无疑再次将墓主人的身份指向了楚王 当这间耳室清理完后 所有人又将目光投向了东边的耳室 当考古队员打开封门后 他们发现在墓室的北侧 有用石头搭建的灶台 旁边放置有铁斧和陶阵 旁边还有几个十八公分高的小陶涌 就是相当于有男的有女的 大概有十多件 这个相当于就是在这个厨房搞杂役的这些 这个墓室的东北角还有一个做了一个六十公分建方的一个方的一个水井 就是有井有灶 我们能够基本上能定性它是一间抛厨房 就是抛厨间 洗澡的浴室 放兵器的俯库 以及刨处间 这三间耳室已经为考古队员描绘出了一个牧主人极为优渥的生活场景 当考古队员将这三间耳室清理完毕时 春节近在眼前 他们也暂停了发掘工作 但所有人都知道 不久之后当他们重返狮子山时 一个更加让人激动的发掘故事就要上演 1995年的春节过后 我们重新回到了考古公地 就是石山这个公地 这个时候呢 已经外围已经基本上摸清情况了 现在就是为了最后的一个床地宫了 回来以后呢 原来这些字是用来表示三十所处的位置 但奇怪的是 这些三十并没有放在指定的位置上 既然古人费尽心思 在三十上做了文字标记 那为什么又没有按照规矩操作呢 难道是在牧主人下葬时 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因此导致三十被混乱摆放吗 那又是什么事情 竟然会影响到诸侯王的下葬仪式呢 考古队员据此联想到了 清理兵马永坑时的异常情况 有些永坑底部只是略加修饰 显得并不规整 甚至连嵌在永坑底部的大块裸露岩石都没有清除 导致永坑分为东西两段 陶永间距大小不等 发便永和发际永相互掺杂 好像是很随意地扔进坑里之后 就开始掩埋 种种迹象表明 墓葬修建或者墓主人下葬时 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 才会导致种种怪异现象的出现 那么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 墓主人又究竟是谁呢 眼前的主墓室 成为考古队员解开谜题的关键 但由于常年淤泥累积 主墓室东北角的空间已经被堵住 无法看清里面情况 当考古队员将这些淤土一一清除后 显露在他们眼前的 是一个向山里延伸的黑洞 两千多年前的古墓里 可能存在未知的威胁 尤其是这种高等级墓葬中 很可能还设有防盗的机关 稍有不慎 就可能发生意外 为了安全 他们决定先派一个人进去查看 当时我们的现场总指挥 兵马运馆的书记秋永生同志 就决定他进去看看 八点多钟我们就到了地宫里面 这个门口 我记得是拿了凉杆 准备了凉杆 用木棍上面捆了一个点屋灯 一千瓦的点那个点屋灯 那个比较亮一点 这个他拿了个点屋灯 我们后面给他腰上拉个绳 叫他进去看看 爬进去就看那个点 在那个黑洞里慢慢的 就往里面延伸吧 只能看见他的一个小荧光点 走了大概我们感觉有五六十米 有六十米左右他就往回来了 往回来了 等回来以后呢 反正他出来也没持生 就晃摇头 因为被盗了嘛 里面地宫是被盗了 这就是这个 我们抱的希望当时也不是特别大了 地宫被盗 这让考古队员感到十分失落 但他们没有放弃希望 并期待能够找到 确认楚王身份的礼物 随着考古队员将另一组三十 清理出来 他们开始由外向内 正式清理地宫 但墓葬被盗后 连接各墓室的涌到地面 一片狼藉 这让清理工作变得十分困难 基本上没有插脚的空 我记得这个都是大跳板过去的 全是那些碎碎的那些遗物 铜器的铲片 陶器 金银器 反正什么都有 清理地宫的工作 从东西两边的尔室 逐步向后推进 最先清理的东二尔室中 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铜钱 他们推测 这应当是一间专门放着钱币的墓室 这些钱币的出土 让考古队员感到十分激动 因为钱币可以反映出 一个墓葬的大智年代 考古队员发现 有些钱币是西汉时的半两铜钱 然而 由于钱币数量极为庞大 他们无法立即确认 是否还有其他类型的铜钱 通过钱币判断墓葬时代的工作 只能留到日后开展 当考古队员继续向前清理东三尔室时 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这间尔室不仅没有安装墓门 而且与之前清理的墓室相比要小很多 好像是开凿到一半就停了下来 并且没有随葬任何器物 为什么这间墓室会如此不同寻常呢 考古队员对此感到十分疑惑 一时也难以得到答案 在惊喜与疑惑的交替中 整个发掘工作一步步向前推进 在整个发掘过程中 考古队员从未忘记 寻找有关墓主人身份信息的点滴线索 其中他们最想找到的 就是墓主人的印章 1983年 考古工作人员在发掘广州香港山西汉南越王墓室 就在墓中发现了一枚龙钮金印 从而确定了墓主人是西汉时期的 第二代南越王赵墓 在西四尔市中 考古队员发现了各种带处字的印章 但考古队员并没有因为眼前这些印章而感到激动 因为他们知道 墓主人的印章一般藏于墓主人身上 南越王赵墓的印章 就出土于墓主人的胸腹之间 这意味着 楚王的印章或许并不在这间尔市里 而是在埋葬着墓主人的后世之中 当发掘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时 惊喜再次出现了 考古队员在西四尔市斜对面的东四尔市中 又发现了精美的玉器 这是一件凤鸟蒲纹壁玉壁 直径约16.2厘米 壁的表面用绳纹分为两区 外区是有凤鸟纹 内区是蒲纹 西汉时期 玉壁作为一种丧葬用玉 在贵族墓葬中十分常见 其中最令考古队员在意的是这件玉枕 玉枕通体由壁玉制成 其中枕足雕刻圆滑而精美 枕手是有瘦纹 枕板则勾勒出云纹 在玉枕附近出了一件玉武人 只有约5.5厘米高 但其四肢伸展自如 呈月起状 形象十分深度 考古队员根据这些玉器推测 这件尔室应当埋葬了一位陪葬的王妃 无独有偶 与东四尔室相邻的东吴尔室 其墓室行至相仿 并且同样出土了玉武人 以及一件龙首玉横 玉横是玉佩式的重要部件之一 因其两端对称 因此在组玉佩中起到平衡作用 这件玉横两端对称 分别雕刻出龙头 工艺十分考究 考古队员推测 这同样是一间王妃陪葬墓室 当对地宫的发掘工作进行到此刻 考古队员愈发确定 这就是一座楚王墓葬 然而他们依旧没有找到 楚王印章或者能够表明 楚王确切身份的相关文物 此时整个墓葬的发掘工作 已经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 尔室已经清理完毕 只剩下涌到后方的前堂和后室 当考古队员清理到此处时 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感到震惊 最主要的就是到了后段的时候 这个涌到的后侧 就是快到了这个竹墓室的时候 基本上就变成了玉海 一片玉海 到后端的土层就比较薄了 淤的土比较薄了 去掉这双薄土以后 下面全是玉片 满满的玉片 一直到后 一直到了这个前堂里面 全是木全是玉片 王陵中玉气层出不穷 惊喜和疑惑将发掘工作 一步步推向高潮 不仅仅是海量的精致玉片 考古队员还在这些玉片附近 发现了人骨 种种发现 让考古队员离真相越来越近 所有人都对接下来的清理工作 充满期待 为什么这里会有如此多的玉片呢 那些人骨是楚王的尸骸吗 这座墓葬的前堂后事 会有哪些秘密呢 一切问题的答案 都将在接下来的发掘之中揭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